这个是三胞胎其中的一个 所以这段47岁这个我来讲一下 这47岁他本来是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就是报定中独生旨意 后来杰环在钓鱼场的时候 认识一个他的丈夫 那两个就红红红的结婚去了 因为奶奶结婚就是总要见公婆 那公公婆婆就鼓励他们生 那他们先在北部两家一家中心 试着一针都没有机会来我们医院 当然47岁是一定要借卵子 那生了一对龙凤胎 那我会把这个故事放在这边就是说 很多的人 因为现在人的医疗的进步 人的寿命拉长的 所以你人寿命拉长之后就开始 你的生命的内涵就有点变化 你可能以前 可能在几十年前人的寿命 男生可能50几岁 女生40几岁 所以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出现 可是人当你活到 台湾好像是男生女生都到70几岁 当你可以人活到70几岁的时候 你这个当中你可能 原本说不结婚的也结婚了 原本说不生孩子也生孩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由现阶段的 现代化的人工生殖科技介入 你说47岁要靠自己生孩子 不可能了 你说老棒生猪或者是说老来得子 这个老来得子在男生可能 在女生尤其是超过45岁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 少数有的话绝对是奇迹 我不敢说领 但是很少很少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适当的年龄 过了之后没有生的话 其实都是必须要靠这些人工生殖技术的 那刚才里面有很多 我刚才你就跳过去 那有很多是像有台南来做的双胞龙胎 有一个是多浪性暖财中后勤在做的时候 互部积水 那有的是像那个台南那个 是为了做事管赢了每天就是 他是老师嘛 下课以后坐着火车扣扣扣扣扣扣扣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 扣到彰化科火车站然后走过来 那刚那时候刚发现的时候 也是互部积水 后来我们帮他处理以后 赶快叫他到奇迷医院去处理 剩下双胞龙胎 是 那所以你看为了一个求子 从台南跑到家 这个东间坐火车至少要坐五四到六次 然后后来发现之后又互部又积水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辛苦 为了求得一指而守护这代价 不过最后如果说有一个好的结果 比如像那个台南那个 他生下来一对龙凤胎 非常非常的高兴 就是最后以好的 以他们的愿望达成这个收尾 以喜记收藏的大致都OK 我必须要强调说 可是五个会员可能有四成到五成的 可能没有办法如愿 那没有办法如愿 就是说你失败的话 该怎么去面对 是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 先静下心眼就说 我为什么这次失败 是我的因素 我张望的因素 还是都不是 是医院的因素 这个可以从 要先釐清 对先釐清 那这些有因素是不是可以改善的 那可不可以跟医师讨论就是说 我的治疗方式是不是改变 还是有哪些检查还没做 落座的 起来可以遮着的 比如子宫症做了没有 搓血做了 搓是不是完整的 那这些如果说都OK 那毕竟你一定要有做才有希望 你千万不要就说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一次就放弃了 有些病人真的是这样子 就一次然后就开始就要想说 我有怎么去领养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试很多次 不是有那种做了十次以上的 有啊 知名的艺人至少有两个 一个做十四次 一个做十五次 多失败的 就是一个十五次 大家都知道他的案例 另外一个是在做直销的那位艺人 他做了 人工受精教室管 因为做了十四次 那个另外非常有名的艺人 每次上电视 他做十五次四款婴儿 他也是到后来 这两个也都没有如愿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我的分析啦 就是年纪 就是他们在年纪 有点大了之后 才展开求职之旅 那年纪是 是太晚了 对 年纪是一个无法解的 除非啦 除非你可以放下身段 或者是说抛弃成件 接受戒软生子这个建议或后观念 那否则的话 年纪大有时候真的是 除了戒软生子之外无解 对 至少目前啦 将来我认为将来年纪大这个 这个这一块这个问题 可以由干细胞解决 是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奉劝 苦口 几乎是苦口婆 就差没有跪下来拜托观众 如果说你要生的话 趁早不要托啦 因为你托到年纪大的时候 真的是神仙来都没 没有办法啦 一定要有时候 我们医师就说 你恐怕要戒软子 有时候病人听到戒软子很神奇 像我一个病人 他做了四次四碗婴儿 在别乐宴失败 那我帮他做第五次 奇怪 软子也蛮多 38岁 那放了胚胎 那个时候还没有胚胎 宿母的薪质我们也放了不少 也没有成功 我们就很纳闷 把他叫回来搓血 太太染色的异常 那这个异常 查染色体专家 他们说 他卵子的 他的染色异常是不可能生孩子的 所以虽然他的卵子啊 胚胎啊都那么多 但是也没有办法成功 对 所以我们就完整说 你要借卵子喔 或者的话没办法生孩子 他很生气喔 他很生气 然后半年不理我 然后半年之后又跑出来找我 我说蔡医师 我接受你的建议 然后因为一定要病人 他有病适感嘛 有insight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我们的医疗 是 那就跟他配对 然后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所以借卵有时候医疗上的处理其实是简单 但是重点恐怕在于心理上的那个关卡跨不过去 就是病人自己心态上面要去调试 有的人甚至就是说 借卵不用想的 如果要借卵我领导不生 不生的 那当然病人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尊重 那就是说用自己的卵子看看 没有成功就放弃 我们看下段VC 好 那这一对是一个做事管婴儿 双胞胎减成双胞胎的个案 他原本也是 我们过去好了 是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好了 下一段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家里开 好像是修理车子的 对 那坐在别的地方坐两次失败 然后在我们院一次成功生的双胞胎凤胎 刚才那个他很喜欢做秀 对 那这是我们的护士人员跟四冠宝宝合影 那这个是 这个有点点好玩的是 他的 这个是四冠宝宝 他的 他们家是开序幕的 就是养猪的 养猪的你们知道就是他们家会有显微镜 那有显微镜他 他自己就是一天到晚会看精子 因为他们有时候种枝 会看精子 每次精子的数量都很多 他有一天就是说奇怪我都不能生 那这个是从宜兰来做的 那那个必须要暂缓好不好暂停 那这个 这个先生就是有一天就呼到进去 我拿自己进去看 发现 奇怪他的精子的数目怎么比猪少 他家里的枝好没枝的 总枝的枝 尖不过很多 可是他好像 好像细细数枝好久才看到一枝 然后他就知道心里有补就说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就 他是外星是来找我们 结果我们就帮他做分析 的确是少了很多 所以他就做事管 因为剩下这个宝宝 所以他是自己有先发现了 对对对 所以这种自己诊断的 这是第一个案件说 他自己知道是 自己知道是 他自己跟 有点爆笑 就是他跟他家里养的猪的经历对比 就发现说真的是不如这些那么多 那另外一个是这样子 他好像是医检师 还是做序幕不知道 他家里有显示技能 他就拿自己的经历来看 他就觉得怎么那么少 他觉得不应征的问题一定是我 是他的问题 然后结果有一天就来找我们 结果我们就跟他检查 不对他的精子很多一亿都知 也就是说他的解读是错误的 其实他是正常 可是他 他家在显示技能 他不晓得什么叫正常 什么不正常 他就看 他自己是不会看 没那么专业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回归一点 就是说 你真的有补医症问题 还是要找专家 拜托啦 就是你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就好 你不要 他自己弄巧成拙了 这个也不能说不可以 但是真的是 因为事业有专攻 你可能养猪是非常杰出的 可是毕竟这个医疗 还是交给我们医务人员 你可能是医检师可能是非常有专业的 可是你这个问题还交给我们 所以因为你一个误判 像第一个他还判断对 那第二个他明明正常 他把他判断成自己的问题 那就会到了 等下就变成整个问题要移到他太太身边 是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 那么感谢蔡医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蔡医师 也知各位早就求得成功 是 那么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敬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博言副产科蔡翁博院长 在这一个岁目时分 在此向你拜个年 祝你圣诞佳姐愉快 新年新气象 牛年大吉大利 新的一年是崭新的开始 一切充满着希望 一切充满着无限的憧憬 祝你明年每一个梦想都成真 祝你全家和乐融融 祝你身体永远健康 祝你平平安安 岁岁岁岁 日日明明 Yes we can 2010年代表现 2010年代表现 与你要感受过 111-4倍将将最高了 飞机离散 3倍生产 2013的果子 超前转的 超过 8月7人的 280-5倍生产 4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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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前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